大家早 在今天的天氣跟昨天不太相同 同樣吹著西南風上來 但在昨天的時候 乾燥的西南風進來 各地天晴只有山區有午後震雨 但今天呢 西南風要帶水氣囉 要轉雨了 哪裡會轉雨呢 從北到南都有機會 所以在週二的一整天 週三的白天的時候 局部性的降雨狀況會出現 中部以南偏向於中午以後 還是有午後熱對流降雨 但早晚的時候都有零星的震雨 那北部地區呢 當雲層進入的時候 就有些零星的降雨狀況 這個雨到了禮拜三下午減少 但禮拜四開始 我們有微弱的東北風 即將要進來囉 週四這一天東北風增強 禮拜五這一天東北風的影響 低溫的部分在中部以北 就只有在24度 有沒有感覺到 跟今天的低溫的部分相較之下 相差了有三度左右 溫度略微下降 但東北風的吹拂之下 在週四週五 還有就是第一天的假期來說 天氣形態來說晴朗 但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第二天的假期 往西半部走 全部天氣晴 但東半部走呢 因為微弱的東北風 要變東風 海面上的水氣會拉進來 所以在宜蘭 花蓮跟臺東 雲層多一些 有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所以賞月的話呢 在禮拜六這一天 西半部地區都可以看到 繳節的月亮 東半部地區倒是要 雲鳳中見月了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十一號台穩定的速度 朝著韓國到日本海的方向移動 但它北上之後 你可以注意喔 水氣的發展之前是往著旅宋島 在昨天西南風上來 但是乾燥的水 沒有水氣的空氣 但在今天呢 水氣會逐漸的帶進來 而使得臺灣上空 雲層量增多 有局部的降雨狀況出現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當颱風逐漸往北移動之後呢 北方的高壓系統要下來了 帶進來微弱的東北風 也就使得呢 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呢 逐漸的更為 有點涼意出現 時間點呢 就到了禮拜四之後 開始東北季風的吹進來 但南邊有個低壓系統 會往越南的方向移動 對於我們的天氣來說呢 到了禮拜四 五 六 這幾天都是北方 這個高壓系統的影響 來看看今天白天的溫度了 溫度形態來說 在晚上溫度算是舒適的 那白天溫度還有點悶的 臺灣本島部分 早晚溫度舒適之下 還是有點悶 但是因為水氣多的關係 零星的降雨狀況 尤其中部以南比較明顯 東半部地區是屬於局部鎮雨 跟午後山區的降雨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山區有物喔 山區行車的朋友要注意 還有一點呢 雨區行車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零星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